嗨各位好 一個月的保養時間又到了 對啊 我現在用的就是前陣子都有跟各位分享過 這是那個抗生素的藥 一顆膠囊用一個臉盆 九分滿 九分滿 然後再用用的手 再把它那些粉末 再把它稀釋 比較透徹一點 然後水就會有點黃黃黃黃的這樣子 這個藥的強 那個強力還蠻大的 所以喔 在幫挖泡藥澡的時候 大概五到十分鐘就好了 水把它換掉 換掉再到它原本的飼養環境就可以了 或是這些全部 都會要去做SPA 塑瓦科的就不用了 塑瓦科你可以用抗菌的 抗菌的洗濕過之後 把它噴一噴就可以了 那這個是 瀑漆過的那個自來水 對 好 我現在簡單的 用 我現在想好一個兩個 三個好了 三個的泡澡的方式給各位參考 我現在先用第一個比較簡單的齁 好 我假設找到這一隻 黃金腳蛙 那因為我是有在做交流嘛 所以 我給他們的空間可能沒有像 其他蛙會這麼多的飼養盒 那第一個 我會想幫他做一個沖洗的動作 簡單的沖洗的動作 因為他也沒有排便齁 讓我可能覺得 他有排尿的疑慮 所以呢 先簡單這樣子幫他沖洗一下 好 再來 我就會把這個泡澡的 洗濕好的 藥齁 用一部分 在他身上 這樣就可以不用過鼻子 好 這樣子就可以蓋起來了 好 大概 五到十分鐘之後 我可能都弄完之後 我就 順著後面一批一批 我再把水 藥水倒掉 就這樣子 好 做循環 這是第一個齁 那第二個 如果你是用小飼養盒的 小飼養盒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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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樣齁 它裡面 有尿還是有拉便 把它切掉 再用一套 再加一塊沖上 好 像這種飼養環境 它有曬台 它如果不需要水的時候 還可以到這邊來 盡可能齁 能讓我要泡到的 它用能站著呼吸的 水味都可以 對 如果還是有那一種 因為我現在分享的 這個第二個就是 個別 個別泡澡的 那再來我要分享這個 集體的 哎呦喂啊 集體的 可不可以 也是可以啊 但是如果集體泡澡的方式 我希望你的人要在旁邊 人要在旁邊看著 不然他們有可能會互相 互相咬到對方的疑慮 會很高 然後 阿普拉四兩漆的 他們 有的屬性 不是隨身性的 油太累了 怎麼樣 油可能會有淹死的問題 這不能開玩笑 OK 就這三種方式 給各位參考 謝謝